欢迎来到IBM化AI 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楚文 神城市AI蓬勃发展 我们在前几期节目 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了 神城市AI对于企业的影响 那我们也看到呢 现在新的模型不断的推陈出新 而市场也越来越多企业 导入神城市AI在自己的营运当中 特别像是保守的金融业 我们也看到了国际金融大咖 摩根大咖 最近也推出了AI助理 重新改写了金融分析师的定位 而事实上IBM在2023年 推出了一份对于全球CEO的调查报告 在里面就发现说 有75%的受访者认为说 神城市AI真的可以帮企业提升竞争力 但立刻又有一份报告 持了不同的看法 这份报告是来自于 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 他们在今年3月的时候 做了一份调查 发现说虽然过半的企业都非常认同 神城市AI可以帮他的忙 但实际采取行动的却只有三成 那到底为什么其他七成不愿意在这方面赶快加快脚步呢 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专家 来带我们一起探索和好好的聊一聊 也看看有没有解放咯 首先第一位专家 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台湾IBM AI应用资深架构师 许一诚架构师 欢迎James 哈喽你好 我是James 大家好 第二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敦阳科技执行长 是特别助理梁哲伟助理 欢迎Steven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Steven 很开心 邀请到两位来帮我们解惑一下了 如果刚刚所讲的 现在气焰是不是身体跟这个嘴巴 有一点点没有同步 我们都说呢 这个嘴巴说得很大很好 但其实呢 行动上还是稍微有一点迟疑 那这份调查其实就显示了三成才付出行动 其他七成在干什么 我们想问一下 在导入深层性AI这一块呢 现在企业到底遇到了什么挑战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还是有所迟疑呢 James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 其实从IBM在长期耕耘于AI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或工具的一个协助 还有导入 那我们也发现 其实企业要导入AI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最大挑战其实是资料 那资料呢 不管是深层性AI 还是传统的所谓机器学习 还是这所谓的这个deep learning 其实资料都往往最重要 不管是资料的不足啊 还是资料的正确性啊 品质啊 都是 那除了资料之外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说 我导入之后到底怎么样去协助我的业务流程 真能够取得这个更好的效率 那以往有时候会过于照镜 就是说哇AI很万能 我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但其实没有办法 也就是说一开始采取了策略 它并不是一个 所以我们叫人机协作 而是让它自己发展 那这样子 假如AI表现不好的时候 那大家都会很沮丧 那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 大家都不敢再继续投资 即使生成是AI 的确有帮助 大家还是会 就是说变成越来越保守 好我想不管是在策略上 还是说在业务的整合上面 其实都应该好好的思考 看怎么样来导入会有效果 所以其实是不是他们也掉入一个迷思 就把AI当成万灵单 认为说AI进来了 我什么都不用做 那AI就是自动可以帮助我 但其实是需要人机协作的过程 对不对 在组织上面或者是人员上 其实都应该要开始去 怎么样的逐步的 让我们的人员愿意接受它 让组织开始习惯说 有个小帮手来帮我们 所以组织也要跟着调整 所以它其实是影响的层面是蛮大的 很多部分都要跟进 我好奇想问一下 Steven你的观察呢 是因为我目前我们队阳 在跑这么多客户来讲 很多的AI客户 其实我们观察大部分都是 在停留在machine learning为主 所以实际的实作在真正碰到AI 这件事情上面可能 只有不到30%的客户 真正碰到完全是AI的东西 那他们大部分的阻碍 都是一个没有完整的一个AI团队 如同James刚才讲的 其实真正一个完整的 要做一个AI的project 其实公司内部 也要有一个完整的AI团队 那包含整个整体的架构师 跟prom的工程师等等 那他才会知道公司内部的痛点 藉由我们的AI软体 才能够帮他解决 他们公司内部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缺乏团队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可能是没有那样的一个sense 去建造这样的一个团队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 是也没有人才 因为现在AI人才 其实也蛮缺乏的 那所以刚刚其实两位都点出了 这些企业呢 没有办法身体力行 他们的理想 把导入AI 加速企业的竞争力的发展 这件事情呢 实际的落实 其实来自于 包含了像资料的阻碍 或是像是人机协作上面 还不够了解 或是没有导入 那另外呢 还有包含像是组织的管理方面 所以其实涵盖面还蛮广的 那有没有解方呢 就你们来看 你们也辅导蛮多客户的 那你们认为在这方面 有没有突破点 还是目前还是有限制 OK 我想是这样 其实解方一定有 那我们就是看你要特效药 还是说你要逐步来实现 所以从组织上面 我们其实可以开始像Steven讲的 我是不是在团队上面开始 有成立团队 那这可能是一个 某些单位开始先出人 其他单位配合 或者是我们就真的有一个独立的组织 那从组织以外呢 我刚才讲到业务流程 其实这才是大家很关键的地方 怎么样大家来思考 我的AI怎么样放到特定流程 可以解决我什么样的痛点 OK 所以IBM其实有所谓的 客户工程团队 也叫Client Engineering 那就来帮助我们的企业 一起来发想 我遇到什么痛点 那我应该怎么样导入我的AI 可以解决我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再开始 真的去观察资料的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 然后怎么样整合到我现在的流程 是 所以自己如果人才不足 那么就要赶快找外部的帮手 像引进IBM的团队 一起来协助是一个方法 所以你们其实就是在做 大家的救火队 这件事情 我们也做长期培养 也有长期培养 OK两边都救了 就谁需要帮忙 你们就去帮忙他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Steven 你认为目前的解放 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看法 还是说你也很认同 其实就是找团队 外部的团队合作 这是一个很快的解放 我蛮认同James所讲的 其实不管是自己的团队要成立 或者是外部请IBM 或者是我们敦阳来协助都可以 那甚至其实这样子的 这个AI的project 最好还是要有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去带领整个公司的团队去认同这样子的project 所以其实整个公司的这个这个领导团队也是需要能够支持这样的project也可以让整个project走得更顺这样子 是所以领导团队的mindset也要改变对不对 对没错 你们有遇过 比如说下面的人很想推行 结果上面的领导人他们还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结果就走错方向的状况吗 有遇过吗 我个人其实之前就碰过一些客户 比如说下面的人很想推行 但是下面人因为领导不支持 所以他并没有一个AI团队 那导致说我们在推案子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变成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教育训练 整个他们对AI的专案可能都还不是很理解要准备什么资料等等 那整个我们团队就会变成是在做一个教育训练 让他们知道未来可能性发展到哪里等等 但是其实这样子培训跟教育训练 让整个专案就可能会拉长到一年甚至两年 他们才会开始启动 可能速度就会比别人慢一些这样子 那有没有遇过另外一种情况是领导团队非常积极的要推行 但是下面的员工还没有那样的mindset 然后也需要教育训练的状况 是 这的确也有 就是高层都看到了AI可以帮他们 比方说省多少人力 然后加速多少速度 可是下面的员工就会质疑说 AI会不会抢了我的工作 那所以他们就要学不学这样吗 对 甚至就像刚才讲的 假如你都放给AI做 他就很担心说又做不好 我还不是要再重工 所以下面的同仁也要去了解说 AI的确在流程设计上面 怎么让AI在我的某一个 业务流程里面去扮演什么角色 然后可以减少我的这个人力的需求 然后甚至做得比我更好 那这样大家有这样的一个mindset打开 然后一起来设计的话 这样AI导入才会真的往前走 是 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员工安全感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他认为AI是自己的帮手 他就会去积极的运用 如果他认为AI是威胁 那可能就想也不想了 可能就会一直delay 其实AI有很多种形式 生成是AI解决的是 比较是文字上 或者是以前需要人工阅读的 他这时候生成是AI可以帮你读书 可以帮你产生内容 这个就是一种帮助 那以前的可能是帮你在做 判断预测的时候 你以前知识不足 可能要老塞才会判断好 他可以帮你协助 那甚至有一种叫RPA 他可能是你用琐碎工作 每天都要上网登录抓资料 然后再K到系统 这也是一种帮助 所以其实大家要去体认说 AI有很多种的方法 或形式可以帮助你 那假如我们选对的方向 其实这个就可以帮助他 他就不会那么紧张 那我发现还有另一派的声音 是在讨论合规的问题 因为其实每个产业的合规 其实还有不同的规定 对不对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大环境上面 好像也给AI相关的发展 有一些压力 我们看到了美国加州 最近在针对AI技术 正在拟定一个法案 那要求所有的AI技术 必须要严格的遵守安全的框架 而且要保证说 不会具有危害能力 你的模型要不能具有危害能力 甚至是如果你造成了问题 造成了危害呢 还要有一个可以停止的按钮 可以停止的开关 那我想这一件事情出来之后 引发整个产业高度的重视 那这个方面呢 是不是会让接下来AI的发展会 有一些限制 或者说企业在导入AI上面 会有更多的框架 我不知道两位对于这个方面 合规的部分 你们认为有没有解放 是 我想从IBM的立场 其实IBM是一个全球公司 所以各地方的法规的要求 其实IBM都有积极在研究 那我们也有一些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去让客户 在做这个总为AI流程开发的时候 有一些遵循 那我们有个法规资料库 那你在设计整个开发流程的时候 就可以来遵循 那第二个刚才也讲到 要监控 才有办法 那个按钮按钮就要停滞 所以IBM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帮助我们做出来的模型 做一个监控 那会提醒你说 可能我们的精准度有问题 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偏心了 那这是不是你是要注意 这个都是IBM的解决方案 有在帮忙针对法规 或一些要求 我们有可以做的努力 所以你们本身的模型 就有AI监控的功能 对对对 都有相关的监控的 你了解 蛮有趣的 那我不知道Steven 自己在实际跟客户 讨论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发现 其实因为现在台湾 针对AI的法规 还没有定得这么的严谨 大部分都是可能 maybe 欧洲 可能美国 会定得比较严谨 所以其实我们在选择 搭配的配合的厂商来讲 都会选择比较像是 成熟的厂商 像IBM这样的厂商 因为他们其实在国外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不然他们的 甚至把这些经验 都纳入在他们的平台上面 都已经可以让我们 直接做使用 所以这样的变异性 也让我们其实是选择 跟IBM配合的原因 了解了解 两方也配合非常久了 敦阳跟IBM 算是长年的好朋友了 一起帮助客户 在AI加速扩大应用 或是发展上面 双方算是强强联手 我好奇想问一下 你们都怎么样 携手一起去帮助客户 OK 好 我想我们刚好 这几年AI的发展 我们也共同的去拜访客户 那像敦阳在南部的这些 销售团队也很认真 其实不要小看南部发展应该很慢 其实他们也很快 他们很快吗 对 是什么产业很快 是是是 我们有一个一起去拜访的 这个医疗产业 医院 其实现在医院在讲的就是精准医疗 就是说不是只是看那个医生的功力 我们还可以看历史的资料 来帮我们预测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疾病 或该注意什么事情 那他们一样遇到就是说 我要发展AI 然后资料很多很乱品质不好 然后拿到资料很久 所以他们这些问题都是想要解决的 那接下来呢 他们又遇到了说安全的问题 因为那个医疗的资料其实是非常的需要安全的 是 对 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个平台 从一开始怎么样让我们的研究人员 拿得到资料 找得到资料 用对的资料 然后呢 这些资料呢 不落地 安全存取它 然后快速能够建立它的AI模型 然后来供其他的这些需求来用 是 那这就是我们跟敦阳一起合作的一个案例 哇 原来是在医疗产业 其实这几天也有很多医疗跟AI科技结合突破的一些案例 像是数位软身在心脏手术上面的应用 最近也是大家很关注 所以哇 在医疗产业其实在这一块发展很快 那我知道敦阳你跟IBM这边在一起合作拜访客户 还有协助客户上面 还有一些成功的应用 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其实我们主要致力也是目前在跟IBM做很多的推广 那在推广的方面 其实不管是跟IBM协办一些conference 或协助客户就是在架构规划等等 做交易训练 都是我们在积极在跟IBM一起协办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自己的这个工程师在对于IBM 网层上面的一些学习也是学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我们自主的这个学习成长 然后加上跟IBM协办的conference 以及到最后加导入到客户的末端等等 这我们都有一系列的这个配导措施 对对对对 是所以你们是跟IBM一起携手教育市场 对对 这一块其实非常重要 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如果MySea没有改变的话 不管是领导人或是下面的下属 这个基层都没有办法实际的去推动AI的导入对吗 那其实我也听说 在你们合作的过程当中 帮助客户的过程当中 蛮多客户呢 都大力的采用WatsonX这样的一个企业的 这个数据AI的平台 那WatsonX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让客户们都认为说 好像还蛮好用的 是 好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 其实WatsonX他在思考这个产品的发展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就会从资料 怎么样找到对的资料 刚才讲到 然后到用资料 到整理资料 到发展AI 甚至后面的监控 其实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的客户在看到这个方案之后 就发现说 这就是他们要的东西 所以对他们来讲 WatsonX可以让他们减少很多 在开发AI的时候 这些整合的问题 资料存取的安全性问题 那同时候面的这些监控 也让他们能够对未来 在面对这个法规的要求的时候 他们可以提前准备 像现在台湾的金融已经有AI的相关的指引出来 他们就会开始说 的确我从发展模型到监控 其实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方案 所以它是一系列都帮你走好预备好了 原来如此 那我不知道敦阳这边的观察呢 其实跟Jence是差不多的 是一样的 对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自己的平台 都已经是做得非常的完整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工程师 跟着他们协助的一些顾问角色 一起搭配 然后去完成一些专案这样子 是所以就是一条龙的服务嘛 从头到尾都帮你包办好了 让你不用太担心 那对于刚踏入到AI领域的这些企业来说 其实就会相当的方便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就等于说帮大家 省去这个摸索的时间 只要对你们够信任 就一口气从头采用到尾 我们就看最后的结果 这样子好好了解 好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我想刚刚两位呢 也带我们一起去探讨了 在现在虽然AI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其实现在科技巨头们 大厂们像IBM呢 其实对于AI监管 也有推出了一些相关的机制 帮助企业在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 依然可以在导入AI上面加速应用 那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回到IBM化AI 要带您来做更深入的 这相关案例的探讨 欢迎回到IBM化AI 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楚文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来深入聊一聊 到底企业在导入AI加速竞争力 还有扩展一些相关应用的时候 我们在MySea上面 要如何可以上下联手 上下一心 然后透过整个组织的调整 一起在这条路上面 走得更快更好 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我们要继续来请教一下 James还有Steven 首先呢我想先请教一下两位 我们刚刚在上半集节目的时候 特别聊到说 其实导入AI呢 很多人后来走到一半放弃了 或者是根本讲很大声 但没有开始 其实就考量到说 它不只是数据上面要准备齐全 而且呢还包含了组织上面的调整 就是大家都要有那样的一个mindset 也就是它要有一个企业的文化 大家呢不管是长官或是下属 都要对于这个AI有相关的思维能力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 那这个说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一个企业好 假设有一千人 或者是甚至是一万人 两万人 你要大家都有这样的思维能力 应该不太容易 那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平台或工具 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助企业 这问题真的很有趣 第一件事情应该常常听我们的节目 对不对 了解一下我们的AI发展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平常要有些素养 开始了解AI的这些发展 然后哪些问题要会解决 第二个的确我们在发展AI的时候 它是一个全民运动 所以每个单位 刚才在组织上面 的确可以有一些 我们不管是种子部队 种子教官 开始去思考我的业务里面 可以怎么样用AI 第三个呢 的确可以开始去 有一些小型的方案 开始来做测试 那导入一些工具 逐步的扩展 大家都喜欢先看到成效之后 就会静相的需要 静相的学习 是 听说你们有一个平台的工具 wasnx.ai 那这个工具也可以帮助客户 更快的赋能是吗 没错 就像如同刚才我们也有提到 整个wasnx的平台 强调的是一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它也是一个企业级的应用 所以导入这个平台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user 我们的科学家 能够很快速的去使用上面的工具 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的IT 容易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违运 其实AI所需要的资源是不少的 所以他需要一个统一的去管理这些资源 甚至GPU 这个绝对不是每一个部门买一张GPU卡 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都需要做统一的管理 那user呢 有不同的角色 他们可能有人会写程式 有人可能还是比较出浅 有人统计很好 所以我们有提供不同的工具 让他来做选择 我想这就是整个wasnx平台的一个精神 希望整个企业都能够透过这个平台 来开始使用AI 是你们有特别把这个界面设计的简单一点 让大家可以边做边学 对对对 了解了解 所以其实一个好的工具很重要 因为他如果难度不会太高 然后让自己可以在上面 不断的像练功一样 听说你们还会办工作方式吗 是啊 像我们的工作方法很有趣 有些是在讨论所有的业务流程里面 到底要有哪些AI可以帮忙 那我们也有用我们的平台 我们现在平台有云端也有地端 所以他也可以用我们的云端的方案 然后自己练功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比较不用担心说 第一次就要投入这么多资源 了解了解 就可以先模拟看看 没错没错 模拟蛮重要的 模拟 发现说很有效果之后呢 再实际去运作 这样就可以省成本是吧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Steven Steven呢 在观察上面 认为有没有一些 就你们来说 觉得蛮有效的方式 对我完全同意 James跟他讲的这个模式 但我们自己的模式会有 有一点点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会希望说 客户呢 在一开始想要验证 他想要验证AI的模式的时候 先提供给我们他所有的资料档案 或者是提供给我们他所有 需要验证的这个工作流程 那这个工作流程 可能中间是AI要帮他做掉 资料档案可能是要 AI能不能够辨识到这些资料 让这些资料产生出 有效的资料档案 提供给客户他需要的答案 预测或分析等等 所以我们会先做一个 小型的这些资料验证 让客户马上就可以看到成效 看到成效之后 会让客户 攜手就是IBM 去做一个小型的MVP测试 那这个MVP测试 就会比较规模会大一点点 这个中大型的这个MVP测试 那逻辑上就是因为他能够完整架构出 客户完整所需要的资料量 跟所有的use case 那也因为说这样的 AI的这个测试 大部分都需要用到 不管是IBM 不管是敦阳的工程能力 都需要用到一些 人的客制化的时间 所以这个POC就能够完整的 测出说这个客户 有没有真正的需要用到AI 那如果他在这个阶段发现 AI对他的效益不大 效率不大 省的成本或者是 能不能够帮他赚钱 这个效益不大的话 那在这个时候 他就可以做一个止血的动作 就不用再继续往下走 那如果发现效益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个就刚好完成说 我们双方共同需要达到的目的性 那在这样的测试 也能够大概完成 百分之六十左右见资的人力 因为大部分都在这个时间 客制化都客制完了这样子 对 那就会这样的效能改善 但也可以帮助客户去跟主管报告 我们也可以跟主管报告 去协助他们就是能够提拨好的预算这样子 对 我好奇想问真的有客户测出来之后发现 其实AI对我效益不大 我用传统方法工作就行了 有吗 是有的 但可能在第一个验证阶段 因为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花很多的人力进来 那当他们自己没有花很多的人力去发想的时候 甚至他们没有把他自己的业务单位也抓进来 一起发想的时候 最后就会变成说 跟我们对接的窗口是谁 他可能是IT部门 那他就只会想到IT部门的AI的方向 他想不到实际他们业务部门 可能可以完成一些事情 是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 你们会怎么帮助这客户 你们会帮助他更多的发想呢 还是你们就放生他 我们自己目前会是希望能够协助他们 拉一些业务单位的人进来 甚至一些中高阶主管 那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帮他们 不只处理掉可能IT这一块的问题 更能够处理掉他们实际 能不能够帮助他赚钱 能不能够帮助他大量的省人力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希望他能完成的目的 是 所以刚才讲到组织 各个单位有种子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很多问题在解决业务问题 那IT可能是一个协助单位 那真正业务的痛他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要一起合作 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前期的导路 才能够更容易的看到效果 让老板来投资 是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看看 有没有你们遇过说 有客户是他没有耐心的 就可能已经测出来 真的有效 结果实际做的时候 他做了一半跟你们说 我怎么觉得好像跟预期想的不太一样 好像没什么效果 那这时候有遇过这样的客户吗 这时候你们都怎么办 其实我们因为都有分阶段MVP的这样概念 先带着客户去先了解他需要什么 然后有一个小心测试 所以当这MVP已经确定他目标的时候 后面就会比较顺利 是 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的是说 我们透过工作坊教育他们了解自己的痛 接着MVP 可能是三个月内就 甚至更短就有一个成效之后 后面的专案我们就来看怎么样去切 by face 了解了解 可能以半年最多一年一个单位 那他每一年都有自己的目标 那他编列预算上面也比较好去掌控 是 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逐步的去导路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用三个月三个月 就会有一个初步的成果 然后每一年还会有一个新的成长 让所有导入的企业呢 可以更加有信心 不会为了AI而AI 或者是说因为没有耐心 而走到一半就放弃了 所以这是一个 IBM跟敦阳这边吸手合作 可以帮助客户 在这方面可以走得更有信心 然后也可以 透过这个MVP最小测试单位 然后一步一步把这个加速呢 带来的这个效益 更扩大的一个方式 好 非常谢谢两位今天精彩的分享 谢谢 那我也希望呢 今天的分享可以对您有所帮助哦 那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 也让我们看到了 在AI这个趋势浪潮下面 在所有企业虽然有所担心 不过呢 现在也有一些解决方法了 只要呢 有这样的往前迈进的决心呢 其实 现在都有很多团队都可以协助您 非常谢谢您收看今天的IBM化AI 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楚文 我们下次再会